两名环卫工人正在公园里清理垃圾 可却发现了一些祭祀用品 报警后特殊受害者小组的两名警探来到了现场 法医通过部分尸体推断出受害者 应该是一名七八岁左右的黑人男性 头胳膊还有腿都不见了 而从现场来看 这应该是一场某种宗教的残杀 回到警局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尸检 确定受害者的死亡时间 大概在12个小时左右 从凶手提前给受害者放血后 在肢解的做法上来看 这场谋杀应该是提前就计划好的 另外法医还发现受害者的身上 有一处就伤疤 是被切割造成的 但却不是手术 回到办公室 埃利特调查了三年内 失踪人口报告记录上的孩子 最终找出了四个 符合年龄和种族的孩子 但可惜的是 他们的腹部都没有伤疤 约翰则查了一下 案发现场用来祭祀的蜡烛 发现是萨太里阿教专用的 虽然他们通常会用 羊和鸡之类的东西进行祭祀 但也说不定有哪个宗教狂热分子 想试试人计的效果 循着这条线索 埃利特和奥利维亚 找到萨太里阿教学会研究中心 从负责人这里得知 只有他们的会员在这里购买过蜡烛 而不出所料 出于对会员们的保护 负责人拒绝向警方提供会员名单 然而警探们目前掌握的证据 却还不足以申请搜查令 于是他们就对教会附近的邻居 进行了例行询问 结果几乎所有的邻居 都对这个整天神神秘秘的教会感到反感 他们整天不是敲锣打鼓 就是半夜的时候杀羊杀鸡 并且还有一名邻居 看到一群不到八岁的孩子进去过那里 得到这些证词后 检察官找到法官申请了搜查令 而警探们则对教会进行了搜查 然而除了一些动物的血外 他们却没能找到什么有用的证据 还好法医这边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通过分析受害者体内各种元素的含量 法医推测出他应该刚来纽约一个月左右 而他之前生活的地方则是尼日利亚 怪不得在失踪人口报告中找不到他 为了确定男孩的身份 两名警探来到移民局 负责人告诉他们上个月 有十个和受害者年纪相仿的男孩登记了移民 他们在接到警方的电话后 就安排人去上门一一排查 所有的孩子都很安全 看来受害者应该是非法移民 然而移民局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为美国的第三大非法牟利组织犯罪 就是人口贩卖 就光他们这里有记录的 每年就有一万五千个孩子被贩卖 并且大部分都是来自非洲 埃利特问尼日利亚政府 难道没针对这件事采取任何的措施吗 负责人说领事馆有个叫凯玛的女人 对贩卖儿童的是很关注 于是两名警探又找到凯玛 虽然凯玛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用孩子祭祀 但却并没有太过惊讶 因为他太了解人口贩卖背后的丑恶 据他了解 大部分从非洲贩卖过来的孩子都被当做了奴隶 有些被送到工厂干活 有些则被当做性奴 奥利维亚说我们已经确定受害者来自败宁市附近 上个月那边有没有和受害者相扶的儿童失踪报告 凯玛说那边没有符合受害者年纪的男孩 但纽约这边有个记录 两天前我们的一个接线员接到一个女孩的电话 他说他担心失踪的弟弟 而他们只知道女孩名叫那一马 因为在他们获取更多线索之前电话就被挂断了 通过调取通话记录 约翰和费恩很快就找到了正在雇主家擦地的那一马 从他这里得知他有个弟弟名叫阿加尼 而他之所以知道警察正在找他弟弟 是因为报纸的新闻上挂有一张受害者身上的就伤疤的照片 和小时候阿加尼爬树摔伤时弄得一模一样 费恩问你们是怎么来美国的 那一马说有个男人来我们村 说要带我和我弟弟去美国一所很棒的学校 费恩又问你们一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待在哪里 那一马说一个没有窗户但有很多床的房间 之后就陆续有人来看我们 我当时希望有人能把我和我弟弟一起带走 但夫人却只要我 得到女孩的证词后 两名警探将那一马的雇主逮捕并带回警局进行了审问 一开始女人并不承认自己买奴隶的事 也不肯交代是谁卖给她的 于是艾利特威胁她要把所有的罪责都算在她头上 并且接下来的十年她都将在监狱里渡过 听到这里女人终于说了实话 虽然她不知道和她联系的那个人叫什么 但她却知道上哪里买 于是根据女人提供的线索 警探们来到长岛的集装箱仓库 而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一群被锁在这里等待收卖的孩子 在等待后援的期间 艾利特拿着阿加尼的照片询问他们中是否有人认识她 一个男孩告诉艾利特是个很和善的白人男子将阿加尼带走的 那个男人还很喜欢阿加尼母亲给她做的网偶 她说那个网偶能带来很多新女 回到警局 警探们对目前得到的线索进行了分析 费恩认为带走阿加尼的男人很可能是把她带回去当新奴了 而等她完腻了就将阿加尼杀死并弄成宗教献祭的样子 这个人还知道阿加尼的网偶代表着什么 这说明她一定很了解非洲文化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费恩找到那一马 从她这里得知这个网偶是他们的祖父做的 她和阿加尼一人一个 妈妈给他们做了装网偶的袋子并让他们随身携带 希望这个网偶可以保他们的平安 而另一边艾利特和奥利维亚再次找到萨太里阿教负责人 询问她是否将蜡烛卖给过白人 因为信仰他们这个宗教的都是黑人 所以她没直接把蜡烛卖给过白人 不过最近他们曾参加过一次当地艺术家的展览 有个叫麦格的艺术家曾在展览上买走了一盒蜡烛 于是两名警探又找到麦格 麦格告诉两人他平时就很喜欢收集一些原始艺术品 所以他才会在展会上买那种宗教蜡烛 艾利特问你周一和周二也在这里吗 麦格说我去加纳购物旅行吗 因为发现了一个新生艺术家 我把旅行缩短了一个月 直到周二晚上才回来 就在这时费恩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和那一马的几乎一模一样的玩偶 于是他询问麦格这个玩偶是从哪里弄到的 麦格说这个是我回来的时候我丈夫送我的礼物 他是在第125大街的跳躁市场上买的 那里有很多非洲人出售他们部落的东西 于是警探们又找到麦格的丈夫艾伦 虽然艾伦声称自己只是去跳躁市场随便买了个礼物送给妻子 并不知道玩偶代表的意义 但作为休斯顿大学的艺术史教授 妻子还对非洲的艺术品有很大的兴趣 她的这些话显然很难让人信服 于是警探们开始对艾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他们先是申请了搜查令搜查艾伦家和他的办公室 但显然艾伦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他不仅用挑白剂清洗了卫生间 还翻新了地面 屋子里也没留下任何指纹和毛发 然而摆密一书 错就错在他不应该把阿加尼的玩偶留下 当费恩和艾伦的秘书说明他们要找那个放玩偶的袋子后 秘书欣然地从包里把袋子拿出来 还说这是艾伦送给他的礼物 得到这个证据 两名警探正式将艾伦以谋杀罪代理 当麦格得知丈夫所做的事后 一开始他还不敢相信 但作为一个对非洲的艺术品和文化都非常了解的人 他知道丈夫送给他的玩偶和另外一个孩子身上的玩偶一模一样 这种事并不是巧合 随后他又想到了丈夫之前的异常 一切似乎都能解释得通了 他告诉奥利维亚周一晚上他在伦敦给艾伦打电话 告诉他自己会提前回家 本以为艾伦会高兴 可他却突然冲他发火说应该更早一点通知他 因为12个小时根本不够他整理房间 他当时还怀疑艾伦是不是有了外遇 从麦格这里得知 在去非洲旅行之前艾伦曾和他要了放蜡烛和木碗的储物食药时候 警探们立即去储物室进行了搜查 而在一个即将寄出的木箱里 他们找到了阿加尼尸体的剩余的部分 面对如此铁证 艾伦也终于承认了是自己杀害的阿加尼 而检察官则趁机提出认罪协议 如果艾伦帮他们抓到人贩子就可以免除他的死刑 只判处终身监禁 于是根据艾伦提供的线索 警探们很快就查到了这名专门从非洲贩卖人口到美国的人贩子马丁 移民局上记录他目前还是尼日利亚公民 持工作签证居住在美国 然而马丁却因为知道警察正在调查死去的那个孩子的是藏了起来 于是费恩和凯马就扮作一对想要购买奴隶的夫妇将他引了出来 可没想到马丁十分警觉 只察觉到一点不对劲就想要借机逃跑 还好费恩发现得及时将他拦了下来 然而马丁是个老油条了 知道警方在没有任何时政的情况下不敢骂他怎么样 然而他却忘记了他并不是美国公民 警方根本不需要以美国的法律来惩罚他 他们将凯马带来警局 而凯马有权力撤销他的护照 如果他被带回尼日利亚判刑 那等待他的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颗子弹 于是为了让凯马对他从轻审判 他交代出了刚刚被拐败来的一批儿童的行踪 而根据这条线索 警探们也顺利地解救了这群孩子 这群孩子的护照